基金黨桃園市議員參選人藍士博 一早到桃園地檢署案例申告 指控國民黨桃園市長參選人 張善政發紅包涉嫌會選 當天張善政先生手持一大碟紅包 這樣子發送的過程中 如果這個不是會選 那我們要問什麼才是會選 張善政9月25號現身中立藝術館 參加重陽敬老活動 進行摸彩抽獎時 張善政接過紅包頒給中獎民眾 就是這個動作引起爭議 前桃園市議員王浩 與孩加碼公布當天照片 獎品腳踏車的欄子上 寫著張善政三個大字 不過面對指控 主辦方也提出反擊 國民黨議員舒翠玲 是美麗人生發展協會的創辦人 他強調獎品獎金都是各界贊助 甚至藍營議員也秀出鄭運鵬 參加中秋節晚會頒獎品的畫面 大酸特酸 鄭文燦跟鄭運鵬兩個在台上 那麼也是摸彩頒發這個電視機 那我想如果說要比照辦理的話 那麼這也算是涉及會選 桃園選情激烈 這回因為站台活動 讓藍綠雙方再度槓上 新新聞綜合報導 欣申豪 北方 村 guy 西楊 西楊 東 25 州 西楊 北方 西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